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张静 今天我们关注春耕 最近一段时间 我国多地遭遇旱情 四川全省从去年冬季到今年1月份 平均降水量偏少近五成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低雨未下的情况 四川自贡富顺县盛产水稻 受旱情影响 春耕用水十分短缺 那么这些水稻的保苗水能浇上吗 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三月七号 记者来到富顺县冯平村 村民陈永宇带着记者来到自家水稻田 三月初是水稻玉秧事件 但军烈的土地让村民们犯了愁 还没下去 你看 你看那个 你自己看看下面 嗯 是不是啊 所以说今年真的是懒呢 人家说的历历最辛苦真的是 不容易这个 今年的光景 北当地村民称为石牛耕田 意思是土地干旱 得需要石头牛才能离得洞 根据富顺县农业农村局的初步调查 截至目前 全县缺水田面积36.4万亩 断水田面积约9.2万亩 干裂田面积约4.7万亩 分别占稻田面积的72.4% 18.3%和9.3% 第一个就是去年我们的汛期是降水记录是最少 是打破记录的最低值 整个七八月份只有83毫米 二一个是去年八月份前后 我们连续出现一段高温时段 它的高温是连续四次打破我线的高温记录 所以说就出现一个下汗 连冬干 连春汗的这样一个持续干汗的一个情况 根据当地传统 此时各家各户应该在自家田里撒种御秧 等待一个月后 秧苗成熟再进行移栽 御秧的水则来自附近的山平堂和豚树田 但今年遭遇旱情 村民们为了省水 想出了一个集中御秧的办法 我们在2月6号召开了一个村主干部会 就要求每个村民小组 回去把这个底摸好 有播种多少固种 需要的这个播种面积要多大 需要多少水源 村里计划用抽水泵 把下游水库的水 抽上来集中为村民育秧 但这样做就需要选择离水源最近的地方集中播种 究竟用11家的地呢 有水的情况下 过程过来 那是最好的 但是影响是多大的 以后很有 就是说香口里面的好点 香香中间的都不好 的骨子都很矮 正常情况下骨子有这么高 起码剪才三分之一 离水源近的村民担心 如果拿出自家土地 为村里集中御秧后 土地肥力下降 会让水稻减长 最终 村里达成一致意见 集中御秧 联手 抗旱 保春耕 哎呀 我们要团结一致 要一起帮忙 只有赞充吗 才能在整着下 整天的时候 水打起来了 你要帮我干 我要帮你干 大家帮他干 才得行 在冯品村域秧苗的同时 隔壁袋子镇重量大户谢勇 提早悬耕起了土地 应对干旱 干旱的话你就要先把这个地打出来 然后水浪费少一点 等天一下雨的话 它就自己下雨的时候 就可以把那个泥土打湿 然后就浪费少 谢勇在戴四镇承包了800亩水田 他计划在一周内全部悬耕完 为的就是等哪天下了雨 悬耕好的田地能够多储存一点水 中一级管理好一点 还有一部分收成 谢勇承包的地块 多数在布林江不靠河的丘陵地带 只能依靠抽水设备 从几公里外的地方掉水 天时地力不占优的它 今年扩大了汉语秧的面积 800亩水田的秧苗有三分之一 采用了汉语秧法 谢勇每天都要来地里查看出苗情况 因为现在我们才接近十天的样子 现在已经都有 有些都有开始散叶了 现在心里踏实一点 哎 长出来了 心里肯定踏实了 看着 幼苗破土而出 虽然还显娇嫩 但谢勇打心眼里高兴 不同于水域秧的淹水管理法 汉域秧只需要保持土壤湿润即可 虽然步骤比水域秧复杂一些 但是能解约八成用水 今年春根本来的时候 觉得有一些困难 然后后面有各方面的帮忙 现在比较顺利地把育羊的工作全部做完 开了一个 今年也应该开了一个好台 无论是集中育羊还是汉育羊 一个月左右都要把羊苗种到大田里 这意味着到时候需要更多水 维持育苗生长 古佛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范国立和同事 最近一直在到处找水 这天下午 他们凭着从前的记忆 来到了一处废弃矿洞前 这里的水流虽然不大 但一直没有断流 二十多年前废弃的矿井内 汇聚了不少泉水和地下水 水流清澈见底 经过检测 这里的水质各项指标 均能达到饮用水的标准 范国立粗略计算了一下 这里的水储量大概在四十到五十万方 可以灌溉四千到五千亩水田 相当于一处小型备用水库 估计现在这个水的储量 能坚持到四月底五月初吧 从天气预报看来 就是五月上旬就有大的降雨 如果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肯定我们的水源 基本上就水的保证 基本上就保证了 得知找到了一处水源 矿洞下游的重量大户 刘道晶很高兴 干活更有劲了 如果是没有那个洞水的 洞里面的水的话 今年的春风生产 肯定受很大影响 可能起码有半至五十的田 种不下去 可能经济损失的话 要损失好几十万 七八十万的 相比古佛镇 紧邻陀江河的湿市镇 幸运很多 这里有一座 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 大石包提灌站 可以在坡顶上 从河道抽水 马力全开的情况下 这个提灌站 每秒可抽水 0.275立方 也就是说 一小时可以抽牌 1000吨用水 但是因为建成年代较早 使用频率不高 湿市镇副镇长吴勇 去年来这里查看时发现 提灌站的设备 已经不能使用了 我当时带人过来看的时候 里面已经修气满满了 因为这套设备是 时间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很多这个 比如说里面的大发的配件 或者我们绷的配件 现在在市面上 都已经不再生产了 那么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 把锈坏了的 或者就是磨损较大的 那么我们就把它拆下来以后 然后通过我们的车窗 和磨损 防止这个尺寸的加工来使用 大石包提灌站 自一月初启用以来 已经24小时不停机 连续抽牌了两个月 解决了周边五个乡镇 近三万户土地的农业用水问题 成为当地春耕生产的一条大动漫 我们的水抽上山以后 就通过山上 我们有二十多公里长的渠道 主渠道 然后再分别分散到 各支渠 就可以向各湘镇和各层 输送我们的生产用水 如果没有我们那个大派 我们那个两万余盟的农田 可能就会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农田 无法相信牌管站无法供水 位于四川盆地南部的富顺县 奔布缺水 境内水网密布 水系发达 全县共有大小水库 一百一十九座 山平堂七千九百七十二处 石河宴六百一十四座 但由于长时间没有降水 水位急速下降 现有的水力工程蓄水量 仅剩四千七百一十万立方米 较去年同期 减少了一千八百七十五万立方米 这是我们县城城西水厂的 这个应急的补水点 就建于2022年的九月份 历时也就是一个月的工期 我们就把它修建好了 它现在的取水能力 是五万方每天 木桥高水库 原本同时承担着富顺县农业 和居民生活用水的职能 为了给春耕春冠让路 水务部门正在重新调整方案 当地近六十万人的生活用水 改道和江河 木桥高水库目前因为没有有效的降雨 它的水量已经是达到了历史 同期的最低水位线 为了保证这个春生产 我们这个补水源 现在运行起来之后 在高冬业那里的抽水 就基本停止了 所以说在那里停止了之后 木桥高水库也不用再 为了保证这个生活用水的补水 而进行放水了 就能全力来保证 我们这个春耕生产的农业用水需求 面对今年的春汉 富顺各方都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当地组建了一支抗汉被耕技术服务队 实行分片包干 到各乡镇 街道及重点村组 开展技术宣传培训和现场指导服务 备占一百天打赢抗汉被耕攻坚战 实现春耕满灾满叉的共同目标 大豆高粱套中 以水则水 遗汗则汗 保春耕 抢抓天机 气象小分队 追云竹雨 降甘霖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历经近两周的春芒 戴四镇大部分水稻御秧工作已经完成 第一波用水高峰已经过去 行进农户悬耕土地的间隙 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聂洪建 正带着工人更换堤灌站管道 为接下来的插秧用水全力做好保障 因为现在取水它是已经到了临界点了 如果说我们在 管子再往下延长一米 我们就可以再抽一米的生理水 当然这个水款是比较大 一米生理水的话 还是能够管开很多农田 眼下最忙碌的一群人 要输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了 农资 用水 机械 春耕生产的主要环节 都由这个部门负责 你跟哪里是吗 天鱼中的五十公斤高粱种 是再生高粱哪里哪里用的 每次春耕高粒 那个头大的哪里拿 这个人家也有的 要的 富顺县近临芦州 每年芦州的酿酒企业都会从这里采购高粱 当地也一直有栽种高粱的传统 面对汉情 聂洪剑所在的农业服务中心 正在推广像高粱这样的抗旱作物 并通过套中大豆 帮助农户增产增收 相当于那个干干是不是就是看的一米五六 就是这个嘛 这个距离 往年的话你不用提农夫 就是都会去做 除了在有水源保障的情况下 它都是应灾尽灾 都能够保证一个漫长 经验子 就是怕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思想上 有些比如说因为天干的原因 或者什么 他就觉得 我是不是就不想种了 就是作用我们的国度 其实还是在跟他们想办法 在跟他们加油 在跟他们打气 为了防止部分村民因为干旱 放弃种植 像聂洪剑一样的乡镇基层干部 正在全力推广 以汗则汗 以水则水的科学种植方式 确保农户能够种得下去 满灾满差 戴四镇李子村的一处地头上 党委书记林立正在作动员 全镇大部分羊苗都已经遇下 仅剩的少数村民 因为春汗还保持观望态度 今年种不种 种什么 种多少呢 就是心里还是比较黄 农民嘛 因为就是要靠种地吃饭 是不是 现在看到这个 都要喊起来 都做起 最主要就是 在种下节路里 里做物有切水 现在还没种呢 是不是 又种不下去 但是还是在想办法 为了激发农户的种地积极性 镇政府采购了六千斤水稻种 六千六百斤高粱种 和三百斤包股种 目前已经全部发放到各村组 鼓励大家有条件的种水稻 没条件的改看地 保障每处田里有粮食 村村没有料荒地 另一边 当地农业种植专家 钟水兴正在大棚里 推广高粱的漂浮育苗技术 在这个播种过后 我把这个 玉苗盘 放在这个水里面 而鱼一次 可以在这个 三十蒙地左右 一蒙在二十盘 漂浮在水里的高粱幼苗 是2018年从外地 引进的杂交品种 不仅玉苗阶段结水 适应旱地栽种 一年还可以收两季 头一季产量在每亩四百公斤以上 第二季可以再收三百公斤 属于优质再生高粱品种 提升重量的效益 激发老百姓 这个重量的积极性 让这个被动完成 这个重量的业务 转变到主动 这个重量这种态势上来 九旱无语 从一月到现在 富顺县气象局 已经实施了 十五次人工增与作业 但情况均不理想 三月十一号晚 一股云团在富顺上空 自西向东移动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晚上八点 人工增与小队 在县城一处街角会合 开始了追云竹语 我们预计云团从西边过来 这次我们是去西边的东湖街道 有一个炮点 都要冲 在那个地方去先等 但这个情况的话 他有的时候就不从这个地方来 他可以从别的地方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去追云 就是换地方去追云 就是先等他 等不来就得去追他 所以说要追云竹语 人工增与小队一行五人 他们要驱车赶往 15公里远的发射点 等待云团过境 运气好的话 今晚将迎来一场宝贵的午夜降雨 晚上九点各项准备工作就绪 根据后方追踪的情况 此时云团正在不远处 僧羽小队立即拨通了空管电话 申请作业空域 曾宇所使用的火箭弹 可飞行6到8公里 只有保证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才能发射 此次的增与地点 周边坐落着两处机场 云团虽然到达了最佳位置 却没有发射的窗口机 夜里11点 队员们再次拨通了空管电话 我做 Life Pan Minion 现在这里说 喝什么 部队员 众世界 等一等 amongst 明日 问五114132 应道 三二 什么 原来 两枚增雨弹成功引爆 各把小时后 傅顺的夜晚下起了一场难得的小雨 小雨虽然作用有限 但却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根据迹象部门的预测 四川盆地南部将在4月底5月初 迎来一次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 届时可以有效缓解春汗 前面我们看到 面对种种困难 傅顺县政府和群众不等不靠 政府各部门 其动员上下同心全力抗汗 2022年入冬以来 我国降水总体偏少 农业农村部前不久会同水利部 应急管理部 中国气象局四部门制定预案 要求各地提早落实防范措施 努力保障农作物灌溉用水 汗情就是命令 这要求我们既要在战略上 做好抗大汗的准备 也要在战术上全力刷新 更有效的打法 提升抗汗效果 确保粮食稳产增产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